景德镇 景德是北宋第三任君主真宗的年号之一 这位皇帝在位二十六年 狠做了几件有影响的事 比如与契丹签订维持了一百多年和平的禅渊之盟 进行中华帝国史上最后一次风扇 确定天庭最高的神是玉皇大帝 另外他还发现赵家的元祖叫赵玄朗 结果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这四个方位神 便有一个玄武被改名为真武 与景德年号有关的事情是 今天江西省某地 由于官瑶烧制的瓷器底部 由景德年制字样 被称为景德镇 禅师世道元撰写的禅宗史 因为完成于景德元年 被称为景德传登陆 前者关乎瓷器 后者关乎禅宗 而能够把这两件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之事 联系起来的 则是茶 茶 禅 瓷器 都是两宋文明的标志性符号 那就先说 茶 茶与禅的关系 我们在禅宗兴起一卷中 其实已略有介绍 他们都兴盛发达于唐 也都是诏于高宗之时 诚于玄宗之代 急于德宗之士 与科举的兴起正相同步 然而 茶禅一味的观念 却产生于宋 写下这四个大字的 是两宋之记赫赫有名的 客秦禅师 其真记在南宋时期 被日本茶道的开山鼻祖 荣西高僧带回东营 现在作为镇寺之宝 珍藏在奈良大德寺 这就至少证明了两点 一 日本的茶道 源于中国的两宋 二 馋的味道 就是宋代茶的味道 奇怪 难道时代不同 茶味也不同 正是 我们知道 茶树虽然是中国土生土长 也早为我国的植物学家 和医药学家发现 却因为茶汤 有明目 提神和行酒等功能 长期以来是做药用的 饮用是在佛教 传入中土之后 大行祈祷者 则是禅院 禅师和参禅的人 此后 茶便成为中国特有的传统饮料 甚至成为中华文化的象征物和代名词 其过程则可以概括为三句话 流行于堂 大胜于颂 普及于原 所谓 所谓开门七件事 柴米油盐 酱醋茶 是元代杂剧中 常常出现的说法 不过 像今天这样 用开水冲泡 散条形茶叶 是明代以后的事情 此前的饮茶方法 则五花八门 比如 用开水 煎煮茶叶 叫煎茶 用开水 冲泡茶末 叫点茶 唐代的煎茶 还要放 米 奶 盐 姜 葱 和香料 相当于麦片粥 茶味 当然各不相同 那么宋代的茶 什么味道 诗的味道 唐诗如酒 宋诗如茶 事实上 宋诗无法获得 唐诗诵词的崇高地位 固然由于后者 无与伦比 自身又有爱发议论 爱讲道理的毛病 也因为不够刺激 其实 宋诗不法佳作 比如路由的 小楼一夜听春雨 身相明朝 卖杏花 和楼传夜雪 瓜州渡 铁马秋风 大散观 就不输唐人 但味道 总归是淡 比如 衣上征辰 砸酒痕 远游无处 不销魂 此身何事 诗人味 细语其驴 入剑门 唐诗浓烈 诵诗淡雅 这种淡雅 倒是与山水画相一致 比如范城大的诗 咒出云田 夜祭麻 村庄儿女 各当家 童孙未解 公庚之 野荒 桑荫 学种瓜 这不就是 宋画中常见的 田园木歌吗 在某种意义上 也是禅 正如我们在禅宗兴起一卷中所说 自从百丈淮海进行了宗教改革 参禅与农耕就难解难分 禅院的僧侣固然要参加劳动 耕读为本 诗书传家的世人 也不妨从中误得般若智慧 哪怕农作不过做作样子 只有喝茶 是当真的 宋代上流社会的饮茶 极其讲究 比如点茶 便先要用纸将茶饼包好垂碎 再用碾子磨成细末 然后用茶罗筛 筛出来的茶末放进茶中 加沸水少许调成茶膏 茶膏调匀 再用沸水冲成茶汤 这时要用茶咸轻轻敲击 直到产生泡沫 泡沫叫汤花 也叫云角 要求鲜亮雪白 达到苏氏所称 汤发云与眼白 战服花乳清源的效果 茶香飘逸 唐花清溅 水雾朦胧 这是什么境界 宋代 瓷器的境界 似乎不必细细讨论五大名谣 或八大名谣 宋词的成就毋庸置疑 它甚至和宋词一样成了专有名词 人们只要提起词或瓷器 首先想到的就是宋 也就是说 这两种艺术样式 在宋代都达到了自己的顶峰 让后世无法企及 实际上 宋词与宋词也不乏相似之处 那就是 与唐诗和唐三彩相比 态度更平和 而公义更考究 比如景德镇瓷器的要求 就是白如玉 明如镜 薄如纸 声如庆 瓷器艺术 典雅古朴 成名浑然 细节盈润 包容自在的美学风格 在宋词那里 表现得淋漓尽致 让人爱不释手 关键 还是审美态度 跟宋词一样 宋代瓷器的风格 也是多样的 虽然总体上 可分为青瓷 白瓷和黑瓷 三大体系 实际上 却精彩分成 或灿若朝霞 或壁如湖水 或宁如阳之 有诗为证 宋代瓷器 清白黑 兼重幼稚 与幼色 君堯幼厚 海棠红 定堯胎薄 象牙白 地堯光照 梅子清 歌堯断纹 如冰裂 汝堯雨过 正天晴 官堯拖出 春江月 更喜景德 镇中炉 世界 辞都 成一绝 这首诗 要用古韵读 才有味道 但 尽管宋词 是人间最美的器物 却并不高高在上 或者巨人千里之外 反倒多为生活用品 同时又极具内涵 这就只能用时代精神来解释了 也就是说 宋 有着与唐完全不同的人生态度和追求 那就是世俗 平和 并雅致地活着 这样看 全国都是景德镇 的确 宋人比唐人更享受生活 尤其是士大夫 唐代的诗人会借着酒劲 唱出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 怀才不遇的满腹牢骚 宋代的瓷家却不一样 哪怕官场诗意 也照样与三无友人 围炉品名 参禅论道 拍案而起 积节而歌 恨不能驾长车 踏破贺兰山雀 也有 但要到靖康之后 即便到那时 也只把杭州 做汴州 这就是宋 给人的初步印象 无病身吟的文人词 一碰就碎的细瓷器 宁静悠闲的山水画 琢磨不透的馋 以及需要细细品味的茶 与汉和唐相比 宋显得文质彬彬 能表现出雄风的 似乎只有刺青 但这是不全面的 即便宋词 就并非只有刘勇 燕淑和欧阳修 也有苏氏 陈亮 新器集 何况 宋代还有当时 世界上最发达的 兵器工业 岂能只是英雄气短 耳女情长 实际上 宋文明是一个 极为兼容的复合体 或者 相当和谐的矛盾体 仅以词而言 便豪放于婉约并存 典雅与礼俗兼有 展示于瓷器 使既有流光溢彩 如君瑶 又有含蓄盈润 如乳瑶 表现在舌尖 则既有美食 又能品茶 难怪他们的城市 既是田园的 又是市井的 既有勾兰瓦舍 又有数不清的书店 以及可以清修的寺院 和高耸入云的宝塔 宋 大雅 大俗 那么 究竟是怎样一伙人 又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缔造了这样一个 王朝 和时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